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电路装置类如这个 加一是两个灯泡 在开关未接通前 通过电路之总电流是0.30 这个没有接通的时候 这里是0.30 也就是说这个是0.30 那开关接通以后 通过的电路总电流是0.4 就没有接通的时候是0.3A 那接通以后的话变成0.4A 也就是说通过这里的话是0.3A 那接通以后通过这里的话 这是0.1A 加起来是0.4A 那我们知道这两个电压一样 那V的话是等于Ir 电压一样的话 所以电流跟电阻乘反比 所以电流的话 这是3比1 所以这个是I甲 比3是I1 这个应该是3比1 等于那个跟电阻乘反比 这是3比1 好 那么现在他说 如果每个电池的电压是1.5T 每个电池 这有三个电池 所以这里的话 这里是1.5T乘以3 所以这是4.5T 这两个电压是4.5T 这两个电压是4.5T 则甲一样 灯泡的电阻分配是多少 好 那我们晓得 那个R R甲 R甲的话 就是等于那个V A甲通过是0.5T 那甲通过是0.5T 所以是4.5T 所以0.5T 所以是4.5T 那这个乙 乙的话是V 除以I乙 两个电压也是4.5T 这是0.3T 所以是15T 所以R甲是4.5T 所以R甲是45T 乙的话是15T 所以这一题当然应该要选V